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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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事先訂票 千萬不要臨場打算走去排隊 坐底都排你兩三個小時 真的排兩小時 不要搞這些 事先要申報的原因是 當我去旅行的時候 部份的節目就會停 所以大家就要兩解一下 我要講講行程是怎樣 第一站下機在香港下蘇黎西 蘇黎西 一天一班 一天一班 證明一件事其實很多人都可以去隨時 在香港 轉機 蘇黎西 如果在文化角度來講 相當值得去的地方 當然 因為你看看一個世界最強的國家 一個最重要的城市 蘇黎西是最重要的 最喜歡發明 最代表 所以看蘇黎西 這句要這樣講 它在金融方面當然很重要 當然重要 全世界都知道的 全世界的客錢都放在那裏 香港都不忘多樣的 但如果在文化角度 事實上也是相當值得去看的地方 其一就是 愛因斯坦那裏讀大學 有一個名稱景點 他讀大學 我們那時候 陳志文博士也去朝聖 去他的大學那裏 但如果純文化來講 那是相當歐洲的重訓 我自己不認識太多 但起碼有一個我知道 就是歐洲在二十世紀初 是達達主義的興起的地方 達達主義如果不知是什麽 很簡單 就是在周星馳之前的無厘頭 比周星馳的無厘頭更加無厘頭 但是那個發源的地方 其實就不是什麽很特別的 是一間咖啡室和一個所謂Cabaret 如果我沒有記上去 Cabaret Motair 樂爾泰酒吧之類的 有 還在這裏 還有餐廳用Motair的字 是嗎 記上完可以去一去 看到的版面 這個其實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Odeon Odeon 在歐洲其實就有很多很著名的咖啡室 在倫敦戲院也叫Odeon 是啊 你不知道在不同的地方 台灣也有什麽 我剛剛看過 原來我看這個網站的時候 他介紹了Odeon 原來有人專門寫一本書 是講歐洲的文化咖啡室 就是一本書講 所有在歐洲的文化 公文有很多本 朝聖的時候 以前沙達在巴黎邊的咖啡室寫 這個存在與虛無 凱明威又去過哪間咖啡室 瑞士這裏就厲害了 這間 這間 原來當年 連列寧都在那裡蹲過 列寧的住室還有一個住室 在蘇黎世 蘇黎世有一個住室 那 我最近 因為要去朝聖 我看回列寧的傳記 原來那時候真的很梅 梅過我 三餐得計 和老婆 在瑞士住一個這麽高指數的地方 他都很困惑 但是困惑得來 他都去這裏 就是蹲下 蹲下 蹲下的時候 原來 我們最景仰的 我今天原本 應該穿那件衣服 就是James Joyce 寫Ulysses的時候 又在那裏蹲過 傳說有可能 幾個人 就撞過在一起 有一個 很著名的劇作家 Stoppett 就以這個做題材 就寫過一個劇 Chavachy 有人自稱 就是這個達達主義的領導人 就說他和列寧在這裏捉過棋 那這些呢 就是一間歷史的一間教育室 就 傳奇 即是可以 日視 可以在這裏 他把照片都放出來 吹了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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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去的時候 我就會去這裏朝聖 我提醒你一件事 你 你 因為我 因為我 我去過兩次 那你就 大家也以為 去過很多 瑞士工 很多手錶店 買 對不起 朱古力店 很多 買朱古力 大街 大街 就沒有什麼餐廳 還有這些咖啡店 橫街才有 是啊 橫街才有 如果你吃東西 就要轉入橫街 小一點的地方 也沒有所謂 我對外國人吃東西 除了意大利 我都沒什麼信心 我告訴你 你也要醫肚 我知 買個麵包就算了 那你會買 我知道 這裏 他列了個名字 Seven Spike 前一陣子 那個英國導演 我忘記是否英國導演 West Anderson 有一套戲 那個酒店 其實是講他的 West Anderson 那部電影 布達佩斯大酒店 是啊是啊 是講他的 然後有Karls 很著名 在奧地利 這個厲害了 William Somerset Mon 維馬克 西線無戰士 還有Klaus Mann 即是Thomas Mann的弟弟 那跟著呢 Irish Orver James Joyce 五年在蘇黎世 那跟著呢 就在那裏蹲了好多個衝撻 這個就是1911年 即超過一百年了 那跟著就很多了 那這裏就是我們講 剛才我們講大大主義的 Tresen Sara Hugo Bo 那這些全部是大大主義的大將來的 那甚至呢 那斯坦呢 都在那裏呢 蒲乾 那這裏講了 麥索利利都在那裏 那當時他就不是法西斯主義 他是武政府主義 列寧 托洛斯基 那我就嘗試找回列寧 在哪一張椅子裡坐過 ok 那這些是朝聖團 ok 那就除了這個 那個教育室之外呢 那我還希望他去這個 靠翁那個 那個 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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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現在還存在的 那這裏講明呢 就是Birthplace of Dada 儀審 那武叔 你對蘇洛斯有什麽建議 嗯 帶到雷去 帶到雷錢去 這個就必然了 貴到無論 那你就去找一些最便宜的地方吃東西 當然 那他有 吃麵包算是好 我提你一件事 有些都有些東西吃的 嗯 有些 賣化餐店那些 都有壽司式的 哦 有壽司式的 那你買了一盒壽司 那就拿了在路邊的 椅子裡坐著 那張桌子裡吃 這樣 就是去買出來吃的 當然 那你買了一盆水 那有一個 有壽司 那就很正 那你直接吃麵包 噎死你 哈哈 那另外呢 那一定要 你搞定那個 搭車證 嗯 因爲呢 他 他 公共的工具 就沒有人買票 嗯 那他全世界人都這樣跳上去 坐什麽車都跳上去 那你什麽都沒有 走上去就麻煩些 人家查你 就不好意思 所以你搞一張證 因爲他沒有人賣票的 也都 你都不懂得去買 有個地方 有個機 給你買票 你都不懂得買 看 看了眼都花了 所以你都不懂得買 那客人都跳上去 那你就跳上去 坐車 什麽車都不用錢的 什麽車 但是 那些人呢 他就 查你 查你就是要找證 給他看的 所以你去之前一定要搞一個 叫做 交通證 旅遊證 通常 他有五日十日 或者一個禮拜 那樣的證 那你搞定他 搭車搭船 搭火車搭地下鐵 想攬車 都是靠一張證 那你就不停搭車 搭坐也不要緊 搭轉頭 當是逛街 所以呢 你就不用任何旅遊節目的了 總之你走這輛車就行了 對 OK 這個明白了 那這本書呢 我就介紹給大家 這個就叫做 The Grand Literary Cafe of Europe 就在十六世紀的時候 歐洲已經有這些這樣的 那遍佈幾個大城市 有奧地利 捷克 丹麥 巴黎 德國 亨牙利 意大利 這些書呢 就中文有很多本的了 就有咖啡室 和有書店 有書店的咖啡室 那這些都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喜歡的話 那蘇黎世呢 我又提議你 這些地方你留意一件事 就去那些 現在他都很流行的 將一些工廠區 改為餐廳 活化 即是香港的 那樣都有這些密區的 那也都要進去 進去很過癮的 進去就好像 誰知道它是雜貨店 人家的咖啡室 單車店 什麼都擺一些大閘 就是這樣 垃圾罩這樣 但是很有趣 這些餐廳應該有趣 就是 它又做單車店 又賣雜貨 又賣零食 又賣生活用品 但又是咖啡室 又是餐廳 這樣玩法真是很有趣 所以你就去一下這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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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工廠的活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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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行程相當之緊湊 所以就未必到處走到 那你測到 駕車而已 15分鐘 20分鐘去到 就像一個區 你知道一個區 值得走的意思 它有很多活化的 它一樣在 比如說 在天橋底 那些行程下面 就是做一個活化區 通常也是這樣 利用一些天橋 沒有用的建築物 做一些有趣的 但是我不知道 比如說 你說 比如類似 在100年前那些 這樣的表演 我想 今天蘇莉莎就沒有了 但是 都要去那裏 憑吊一下 好 接著就去意大利 那去意大利 那去哪裡呢 去佛羅倫斯 但是佛羅倫斯之前 我想問了滿叔 意大利的火腿 怎麼樣 好不好吃呢 意大利最有名的就是火腿 那些就是 就是這個 Palmerham Palmerham 就是 Palmerham 是一個地方的名字 現在 各個地方說出Palmerham 其實全部都是假的 只有意大利出那些真正的Palmerham 那他怎麼看到呢 他的火腿裏 有個印 不是吸下去 是壓下去 壓個皇冠頭 皇冠的印 那些火腿 就叫Palmerham 那些火腿 那些就有些質素 那在香港有吃的 有 那有 給似乎有吃的 那這樣就 意大利 真是幽默 意大利就很容易一餐 很快樂的一餐 那你午餐的時候 切幾片的火腿 加麵包就算了 加麵包 有些芝士 灑上 有些美芝士 那樣 那有一樣東西要知道 沒有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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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了 就是 火腿和芝士 火腿和芝士 都有說這個 Aging 就是成熟期 儲存過 封乾期 他吊在火腿裏 要吊幾個月 那以前我們都是的 以前我小時候都站得很流行的 譬如我在廁所見過 一隻金牙火腿放在那裡 是廁所來的 他吊在那裡 當然他吊的地方 當然不是你吊在廁所 他有一個 Jerry warehouse 專門這樣 他 他又季節這樣 譬如他吊 十八個月 二十個月這樣 吊不同 吊不同時間 他有不同做不同的事情 譬如說打開一個窗 有時候關上一個窗 有時候風乾他 有時候吹一下他 有時候不吹 那這些是講技巧 吊是講技巧 就是吊的火腿 這個火腿當然本身就要靚 在吊的過程 其實是一種 是個process來的 這件事沒有人知道 我都不知道原來 是有講技巧的 芝士也是 芝士做出來 有時候要放在那裡 不馬上吃 擺 擺的時候 擺某個 十五個月 十八個月 二十四個月 二十二個月 即是跟你葡萄酒一樣 是嗎 那葡萄酒的擺法 不同這個擺法 當然了 一個飲品 一個食品 因為酒就是封死了 另一種擺法 有些就不是封的 有些是在一個桶裡封的 在桶裡封的 都是同一個道理 酒也要擺 火鍋也要擺 芝士也要擺 那這些東西就是 他們吃了瓶瓶有味 我們現在不懂了 吃就算了 但是他們這麼有研究 就是因為他們 那樣東西在裏面 不是的 這個味蕾是要訓練的 即是現在香港 就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即是我見大家吃麥當勞 其實你把你的味蕾 給一些東西騙了你 當然了 你長期騙呢 你就以為那些是真東西來的 他麥當勞那些店 那些 他已經用千萬的方法 計算到你的利 是怎樣的 控制你的利 你受到影響之後 永遠回不了身 是啊 所以小孩子 千萬不要給他吃麥當勞 千萬不要吃麥當勞 因為他已經控制了小孩子的時候 你改不掉的 很難改掉的 因為你最小的小孩子 已經吃了這東西之後 你很難改 那你就笨了 一輩子就去控制 是啊 所以現在 不過沒有了 我們雖然這樣說 但我自己親眼見過 現在的家長都大一些小孩子 他自己享受 那些小孩子享受 那你久而久之 一個惡性循環 那些人自小喝可樂 就中毒 中毒 中毒 就是你走不掉的 他喝慣這東西 那你就被他控制 所以在歐洲 特別在意大利 他們抗拒麥當勞 就是搞成一個政治事件 當然抗拒 不過這裏就有一個 大家都不太喜歡看的新聞 他就介紹給大家 他說 但是下面我就不拉下去了 他說 做火腿的時候 那些豬很慘 OK 是這樣的 火腿的豬 通常是某個月 某個年份 做了樣子多少 就做一隻豬 例如幾個月 我不知道幾個 我忘記了 我告訴他 然後 做了一隻豬 做了一隻火腿之後 都不可以 就是以技巧 就是之後的功夫 就是掉那段時間 儲存那段時間 都是process來的 不是未完成的 那個技巧 就是在後面那部分 要15個月 18個月 20個月 24個月 那樣東西 這裏要提一提 我自己有朋友 前一兩年 他過年的時候 做了一堆火腿回來 我忘記了 西班牙 中外衝 這樣 因為我們不懂得欣賞 變成是吃不出那樣東西 他們當然吃得出 所以他們吃了一頓飯 鋪幾塊火腿 鋪幾塊芝士 覺得很好吃 因為他裏面有很多學問 他欣賞得到 他覺得很享受那頓飯 很簡單 做一杯酒 配合火腿 做幾片芝士 火腿 慢慢吃一頓飯 他就快樂一頓飯 就不是 我另外再講關於食那樣東西 我最近一學了這件事 先去看展覽才知道 法國的大廚師協會來香港 辦亞洲區的廚師比賽 廚師比賽 我今晚會鋪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你怎麼比 原來知不知道怎麼比 他的名字叫做 Yang Talent 即是 不是用大廚的名字來做比賽 因為大廚的人就不會參加比賽 當然 但是帶個頭碼 頭碼叫Yang Talent 即每個廚師就帶個 帶個 帶個頭碼來 甚麼是 那個頭碼下面就成隊人 即你參加比賽 我見到一隊人 八九個人 起碼八九個 然後大老闆 即大廚那個人 帶著他來的 擔心是國旗來的 不是很少的 參賽 參賽 好啦 怎麼比賽呢 來香港比賽 大概十幾二十個國家 很多國家來 在兩三天之外比賽 怎麼比呢 比的時候 原來就不是一起煮的 因為沒有可能 沒有環境給他十幾二十個國家的廚師一起煮 煮菜 沒有可能 兩個兩個三個三個一起煮 怎樣煮呢 煮好時間 由早到晚煮好時間 煮兩天而已 煮 這樣就 譬如說 這三隊 煮了一點鐘開菜 出菜 這樣 他們就 預先整好些東西 準備好了 好了 一到一點鐘 冷冷中 大家就埋位做 一埋位做 有十個人站在旁邊 現在十個人就是大廚 世間最多 看著你怎樣做 輪流 兜一圈 一直盯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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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然後每個人也是拿著板本 本著著板子 不停地比分 比分 輪流這樣看 他們十個人圍著那三組人 輪流看 裝一下你怎麼做 裝一下你怎麼做 看你怎麼 等對人 等對人 合作怎樣 好了 時間夠了 然後那一碟東西 ready 送給那些評判 試味 好了 這樣才得出一個結果出來 然後計分 誰 那這一套就直接是食神 周勝慈那一套 我先告訴大家 原來是這樣的比賽 比賽的分數是由按鐘那分鐘開始計算 到結束 然後結束到試味的過程 就是說 最簡單講一句 最重要的point 一個廚師勝與敗 不是在那個分數 不是在那碟菜的味道那裡 那個味道其實是一個分數 其中一個分數 一個分數 他又 整個過程 他又 整個過程 好吃就是 只要計算最後的分數就可以了 當然不是 原來 由按鐘開始計算到結尾為止 那個分數 原來 一直有分數一直有分數 那這些過程可以拍到戲 拍到戲 我現在知道 原來我們吃東西 就不是吃 只是碟 放進口那裡的東西 不是 我問過一個食評家 我先講一個身份 他是基於香港的 是鬼佬來的 可能是英國人來的 他的工作是做什麼呢 就是寫稿 就是寫給我 CNA和BBC 可能我們都把他的稿分享過的 他因為前幾個月 我就貼過一個 就是香港 不知十個或者二十個最好吃的地方 他給了一張卡片給我 他就寫著 CNA 股尾 當然股尾 股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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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寫 股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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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三個城市是他負責的 他有分投票 當然不是他一個人投票 很難投票 負責這幾個區是他投分投票的 我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你怎樣判斷那件事 怎樣給分 他告訴我 大致上 他以食好吃是最重要的 大概佔60% 佔分60% 另外40% 就計其他東西 怎樣計呢 氣氛 裝修 服務 不是 不是 這些是平單餐廳 他平吃 當然餐廳也計算這些 他主要計碟菜 就計他的文化的背景 以及做法 做法的意思是甚麼意思呢 每個人都這樣做 你怎樣做呢 就是看你有沒有創意 有沒有性格 有沒有性格 最重要 有沒有性格 那月餅有性格 譬如很簡單 你吃過一千碟可南雞飯 吃過一千碟 吃過一千碟叉燒飯 吃過一千碟叉燒飯 吃過一千碟肉絲炒麵 你吃過一千碟 你吃過一千碟 你就可以分 那碟有性格 那碟沒有性格 那碟有代表廚師 那碟沒有代表廚師 那碟沒有代表廚師 那碟有文化 那碟沒有文化 那碟有文化 他看這些東西 他看這些東西 好不好吃呢 就佔60% 好吃的六十碟 當然他決定要佔多分數些 其他的東西看其他 有40%就是其他 你的叉燒飯 有些人說你的叉燒飯 是西班牙黑毛豬燒出來的 他就質疑一下 你燒成怎樣 是不是質疑 那這個這樣說 以前的容器 就有這樣的character 他不是看你 看材料 但亦都看材料 亦都看你材料 亦都看你文化 亂用 是 是 就是那個人 譬如說他吃叉燒飯 吃了千碗叉燒飯 他知道這碗叉燒飯 用西班牙黑毛豬做的 你不要說他就說 就是那些叉燒肉 那碗飯本身是白飯本身已經 對 這樣他看這碟飯 看這個飯 它可以質出來的飯 飯當然有飯的不同的質感 然後他看這個 燒成怎樣 怎樣燒 下什麼料 他看這些東西 看性格 看你的character 他 是不是笨蛋 我說的很簡單 你的黑毛豬是雪藏 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馬上踢爆你 別人的給分 就這樣給分 但是這個 美國本身 很敏感 所以 我認識一些人 真的吃到 我自己吃不到 我聽到那個人這樣教我 我說給分 這樣給分 的時候 我立即靜默 我立即大悟 我以後吃東西都要想 這件事 給分 不是給 好吃 就佔了 對不起 佔了 那些人來到 你當然是煮給好吃 他當然要 無名無姓地走過來才知道 你就是那個 一路是這樣的 但是他講的 其實香港 吃經是最容易的 你只說好吃 可以 用兩個字 好吃 抵食 抵食 我們也有少許可惜 很多年前 我和滿叔 和朱文俊 都做過飲食節目 是啊 當時我們都去過很多 朱文俊 就厲害了 他不是說好吃 這麼簡單的 他講到 我四十個字 寫不出來 我們說六十個字 他講到四十個字 那大家不同崗位 好了 我們第一節去結束 我們第二節回來 再講講其他文化的消息 好 好